谁加2米10大中锋又爆扣又中头还下快攻对抗上篮啊 还有这三分线顶头是怎么回事啊 内线切球下球后转身放篮帅不帅 这内线脚步也差是啊 而咱优势期环思南盖茂吃汗 流理背身难进 独独就差有自主建功能力的内线吗 这位环思南看到了得教育生哥 四家NCA一级联赛学校offer到手的全能敏捷性内线 独独没被小勇哥看中 只能在U18二队参加世界中学生篮球几秒赛 没办法啊 谁让小勇哥之前就不乐意征召环思峰呢 时俗年龄16岁的环思峰在面对保加利亚的U18的比赛中出战 16分钟砍下14分7板两注两段帮助球队84比51大胜对手 环思峰本场的得分囊括3分中距离 篮下脚步篮下爆扣展现出路一般的敏捷与全面 和弟弟环思南不同 哥哥家庭更加全面 无论是进攻手感还是整体协调性上都比弟弟高出一截 他只是由于伤病缺席了一阵子比赛 今天在AU的表现证明了 他是一个完成度更高的内线 有投射有篮下脚步 能够换防后卫能够利用身材造成对位干扰 别人只会因为大本的防守功力而忽视了怒吼天尊的防守与全能 正如大家说的环家哥俩都会说哥哥主攻弟弟出手 其实哥哥防守真不差只是更为全能 而环思南还需要陈甲先来卡位在防守上做好对抗于篮板 更别说进攻还是大部分依靠天赋了 只是这比赛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锻炼价值 段瑞琪17分 陈家正17分 颜家雪12分 一看这样大家语录均章的得分就知道强度甚至不如耐高 环思峰再度红队还打一打欧洲的宝加利亚 塞浦路斯 土耳其和希腊也都算不上特别厉害的队伍 蓝队面对香港 印度 澳门 台北 也就是收拾收拾弯弯小老弟可能会炫耀出汗 是的你没看错 这样的比赛派出了两支球队 为的就是给教育条件一个稳妥的成绩保障 你问环思峰从而言陈家正段瑞琪这些准职业 想不想在世竞赛和狂图加拿大70分的美国队过招 想不想看到欧洲顶尖强对法国的恐怖 但是在中国领导考虑的总是既要又要还要也要 永远是平衡这边也要考虑那边也要考虑 所以优势期面临没有优质进攻内线的致命缺陷 环思峰也只能在市中赛叱炸风云 你觉得环思峰该不该去打优势期世界杯 是得中学生男球检标赛需要派出两支队伍去争战吗 让竞技体育远离世俗权力纷争就这么难吗